罗奈尔多虽然比梅西少四个进球,但是他创造了新的记录,又一个欧洲足球里程碑,由文图斯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奈尔多打破了他的一项新欧洲冠军联赛记录。 他在欧洲足球的历史上,取得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而之前只有四名球员创造了这个记录,巴塞的梅西最近在欧冠小组赛进球数上,已经超过了罗奈尔多。 这两个王牌之前,分享了这个记录,他们在欧冠小组赛中各进了60球。 然而,这位巴塞罗奈球星在4比0战胜埃因霍温的比赛中,超越了罗奈尔多,帽子戏法。 埃根廷人梅西的冠军联赛小组阶段进球数达到63,埃根廷前锋在一系列比赛后,目前已经打进了65个欧冠小组赛进球。 随着比赛的继续,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升,梅西可能会长期保住这个记录。 前几天的比赛中,罗奈尔多的尤文图斯和他的前东架曼联,在都林进行了正面交锋。 在那场比赛中,主队败北,尽管输掉了比赛,但这位前曼联球星,还是打入了一个进球。 根据欧族联官方偶战的数据,凭借这个进球,葡萄牙球星的欧冠小组在进球数达到了61个,只比梅西的65个球少了4个。 据统计公司称,这位33岁的前锋,也创造了一项欧洲记录,成为历史上第五位在欧洲顶级俱乐部分别在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球队的比赛中打进一球的球员。 这也是他创造的新的欧洲记录。 这个旅程,被以前只在4个球员完成埃托奥、莫拉塔、洛伦特和巴普蒂斯塔、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成为基埃托奥、莫拉塔、洛伦特和巴普蒂斯塔之后, 被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球队打进欧冠进球的第五个球员。 考虑到梅西的伤势,罗纳尔多很有可能在小组赛阶段,超越欧冠最多的进球记录。 然而,考虑到两个王牌之间,不断出现的巴格记录,人们永远无法得知结果到底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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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